大家看每次在这个花架底下拿开这个花盆之后都发现这种鼻涕虫 这种鼻涕虫白天发现不了它 晚上它就会出来糟蹋我们的花卉 还会到处传染一些病菌病害导致我们的花卉生病 而且普通的一些药物很难对付它 所以我们想要彻底的根除它只能用上这种四季羽权 这种四季羽权它专门对付蜗牛鼻涕虫 还有其他的一些软体小害虫 而且使用起来也非常简单方便 我们只需要在花盆底下或者是有水气比较重的地方 给它撒上一点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这些羽权体小害虫一般都是出现在雨季 或者是在高温 或者是在秋季春季的时候是最猖狂的 所以我们想要处理它 这是唯一的对付方法 好了我们下期见